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云盖顶好像心情非常不好 但后来知道了 他们一定是每个人都看到这个统计数字 原来在香港最近有一个统计数字说 在24岁到39岁 所谓的适合结婚的年龄层这里面 阴胜阳衰得非常厉害 怎么说呢 这个数字就是说 在这个年龄层里面 有每一千个女性 只有778个男性 你看中间又差了200多个 所以女的多 男的小 可是在770多个男性里面 又有大概一般估计 有300个是已经对港女 香港女人没兴趣 我们叫港女 一点兴趣都没有 开始北上巡旗 或说也对 已经北上巡旗了 那770多减掉300个 剩下470个 所以一千个女人 470个男人 然后别开心 这470个男人 大概还有170个是同性恋的 断背三 那再减170个了 剩下300个 你想一下 那这一千女性 说不定也有一百多个 同性恋 那正好吗 300对900 男的一个挑杀 所以我们就任何研究 不能只看数字 数字之后 还要有推论跟结论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数字 一千个女的 对300个男的 我马上想到说 这样想起来 想不当第三者的 也很困难 不当第三者的几率很难 不够分 这就变成 平常大陆讲的圣女 圣相的女 这为什么 过去我印象 我们大陆讲 男女比例失调 男的稍稍多一点 但是你看在香港 尤其是试婚年龄 对 这个是跟当年的 生育的趋势有关 但其中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 这也有一些历史成因 就我不讲这个数字的 形成的原因 我讲这种 就是说女人找男人 很难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香港 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情况是有点颠倒的 就是很多男人 找不到老婆在香港 那时候 男的多女的少 那个时候男的多女的少 而且还有一点 就当时香港 很多基层工作 都是男性去做的 比如说搞建筑啊 或者什么 那种底层工作 那么这一批人呢 香港的女孩呢 一般看不上 所以他们呢 跑到大陆去娶妻 因为在大陆娶妻 更便宜嘛 对对对 然后呢 久而久之香港呢 刚刚马家伟讲 港女啊 这是这几年 香港很流行的 一个说法 港女这种人呢 出现也跟这个有关 就他首先 他觉得香港男人不行 他看不上眼 就是比如说 觉得他们收入不高 还不高啊 香港工资可别 因为基层工 那么中层白领怎么样呢 就香港女性呢 现在因为他们学历也高 然后社会地位也高 工作也很好 所以他就会发现 这些同龄的 这些同城的这些男孩 有几个特点 第一呢 就是他们很没风度 然后呢 很不懂得体贴照顾女性 然后同时呢 又嫌他们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可能收入不够好啊 没有上进心啊 没有学问啊 没上进心 对 特别喜欢强调这一点 然后呢 反过来呢 香港又有一帮男的呢 特别是年轻男性啊 里面呢 我相信有一部分呢 是那种电车男 或者是宅男 就是躲在家里面 那种搞IT的那种 那么这些人逐步出户 但是他们也看不起港女 为什么 他觉得这些香港女人呢 就是很虚荣 喜欢买名牌 那香港这个名牌文化很严重 你到办公室里面走一圈 哪一个女孩 没有一个LV什么 他就简直不是来上班的 然后呢 就觉得他们虚荣心很严重 然后呢 自己其实很浅薄 没有文化 他唯一懂得外文呢 就是那些牌子的正确的读音 然后呢 平常什么书报杂志也不看 除了八卦新闻 那么所以现在变得有点 就在某一个阶层 某一个年龄这种男女互相歧视很严重 然后这时候出现很怪的现象 就这些男的呢 就说比起你们这些港女 大陆女孩多好 温柔体贴 没错 对不对 美丽大方 这一点文涛有发言权 我为什么有发言权了 大陆女人的 对对对对 我是大陆女人的那个好朋友嘛 了解吗 我愿意做他们的好朋友 互联嘛 当年差点去互联工作了 那文涛刚讲到香港的电车栏呢 我听过一些评语 电车栏就整天在家里 对于电脑 他可能做IT行业 或说不是 可是整天玩电脑 人家玩电脑交朋友 他们也歧视港女的 我听过他们这个说法说什么呢 上去QQ什么MSN 跟那个那些女孩子在聊天 他也说港女 中文当然不太会打 他说打不通顺 他说没有内容写出来的东西 不像跟内地的女孩子 玩QQ 他说随便写一句 对方写了500字的QQ过来 还是说诗 还是说我们有文化底蕴 会聊天 会聊天 对啊 所以他就看到那个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 我印象很深刻 就有一回我也碰到这种港男 跟我说港女的坏话 他说呢 他在大陆呢 比如说去跟别人吃饭 什么 比如约女孩吃饭 港女的要求就是 比如说你约我吃饭 那钱当然得你出 对不对 就从来不会跟你说AA 或什么 然后你得来开车载我 你没车那已经很逊了 你打低的话 那就还好吧 但是呢 问题是在他比如说我一些朋友 就是在内地 他约一些公司里的女同事吃饭啊 晚上什么 他发现女同事要资格开车的话 他说你没车那我开你去 也觉得没什么 就因为大陆的男女平等的意识 会比香港强 在某方面 是吗 对某方面 比如说女性 他不会觉得我一定是 特别是工作女性白领 他不会觉得我一定 虽然我已经有收入了 但是我不一定要还钱还要靠男的 对不对 在香港不一样 香港就是一个白领女性 她觉得虽然我已经有自己的收入 但是最好呢 你那份还是给点货 我有车开 但我车最好摆在停车场不动 这是不是有点英国 Gentlemen那个影响 觉得Ladies总得是受请的 应该不会了 因为很多统治都说 香港的女性看起来很前卫 很现代 他们对于两性关系的观念 是整个亚洲最保守 最固定的 最传统的 整天就像文道说的 我虽然赚钱 可是我的理想 还是我最好在家 还是我家的老公养得起我 很多是这种概念 我觉得对于 是因为香港一直以来 这个性别教育 没有好好的 把它深度的发展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 你们对大陆这个女性的了解 恐怕也是一部分 对 还在听听这个全国妇联的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 我们妇联做个统计 我们妇联专门有一个 妇女权一部 你知道吗 就是说呀 你们看到的是白领 有工作的 我老实讲 就比如说像凤凰威视 女主持人这样的 当然了 这样的女人 她自己的有收入 是吧 这个人格也健全 当然 人格都很健全 就是说 就是你没办法 她是跟男人 我觉得是真平等 同等权利 对吧 当人不让 或者说 这个比较有独立意识 这是一部分 这是大陆女性的一部分 你要知道 大陆很多妇女 那天我不就说到一个数字 现在五千多万 农村留守妇女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很长时间 不能有男人的滋润 这个 富联很担心 不是 就是说这个民工 多少男的民工 现在很多农村 只剩下老幼妇孺 这些心理上 我们富联要关心 他们好半天 见不着一个青壮年的男人 需要找义工吗 他们的老公 成年成年的在外地 他这些女人 你知道吗 他也需要 这个正常的爱情 正常的需要 而且我跟你讲 大陆也有一部分女性 他们有人讲过这么一点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女人依附男人 对吧 这个咱们都明白 说的是什么 好像西方都评价很高 说中国 中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 共产党在男女平等 这方面做的 外国人都比不上 我也记得 在我小的时候 那确实是看不出 这是女的了 就是完全一样 那女的那个时候 美术里边的形象 都跟着建美冠军似的 看不出来吗 对吗 可是也有人说了 改革开放之后 这个钱的风衣吹进来 因为马上就在存在于 咱就说少部分妇女当中 这种依附的这种心理 一找就回来 很容易他就找回来了 依附一个男人 你比如说 要不然说 现在为什么大学生 几百万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 有相当一部分 不说相当 小小小一部分 女大学生 不说 那就是说 说女人靠嫁吗 开始 找不到工作 就开始 征婚了 我觉得背后的心理状况 还是不一样 现在我看到 这些说 找不到工作 去找老公 或说甚至想个办法 来依附男人 很多是策略运用 策略运用 我在这个时候 需要这样的帮忙 可是在香港 当你说依附男人的时候 往往是觉得 我应该扮演 这个传统的角色 本来就应该如此 天经地义 我就应该被你照顾 被你好好捧着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心理状况 很不一样 因为你说 大陆女大学生 她们现在征婚 对我来讲 她跟找工作 一回事 分别不大 生存策略 但香港就不是这样 就像嘉辉刚才讲 那个情况 而且另一方面 港男 他们也有个想法 就是说 你不是嫌我们不上进 他们就往北上 就出现 刚才说 往北找老婆 但是港女也是这个想法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 港女北上 因为港女就觉得 你们都很不上进 一看大陆的年轻小伙子 都很有上进心 然后很奇怪 我发现一些港女 在香港嫌男的 到了大陆之后 比如说 明明他收入 还是比那个男的高 但他就是说 不怕了 这时候 就他上进 有前途 就等于买一个 长期股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配对很妙 就香港男女 是互相瞧不起 但是都觉得 大陆的很好 那干脆咱融合 融合 融合 我们大陆很多男士 也想见识见识 香港女性的风采 向上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文道刚才说的 我有情报网的消息为证 就香港婚戒机构 现在确实是发现 香港女人 就是找 就是内地男 在这个几十年前 他们可能是很排斥的 对吧 但是现在 起码是就是越来越主动的 说 内地的 北京的 上海的 广州的 对吧 我愿意找一个内地的男士 跟他接触 对 而且呢 你发现这个挺有意思 有句话呀 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交朋友啊 往往你要是文化距离太远了 不见得能摇到一块 可是爱情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就是咱不能说香港找大陆男的 就是一国文化 一个国家啊 但是其实 你知道吗 他谈起这个恋爱来呀 比较好玩 有些缺点呢 他不能原谅香港男人 但他能原谅一个北京男人 对 对吗 因为他想象 他很多未知的 他觉得那是一个好玩 有些误会 他就把它归咎为了文化差异 美丽的误会 对 假如大家是香港人 他就不会这样想 一定要把这个误会搞清楚 对 可是呢 假如跟一个北京的男人交往 他就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香港人 他是北京人 没错 不了解 可是话说回来 数据的确显示 好像有两层到三层的香港女人 现在开始愿意北上 可是问题就来了 那你愿意北上 北方的人愿意要你吗 那那不一样 香港男人北上 坦白讲 因为目前一直以来的男女 这个权益关系的情况 香港男人北上 他不介意很多 不介意找 可能教育水平比较低 或说来自农村的女生 怎么样 男人的口味比较包容 就去 就这样 可是女人北上 他一定觉得说 希望挑一些条件比较好的 甚至可能放羊回来 海归帮什么 教育水平高的等等 问题是有这种条件的中国内地男子 他会爱你吗 为什么不爱你呢 我们刚也数落了很多港女的一些可能 所谓的短处 另外在外形来说很不幸 香港人大部分是广东人 广东人是什么 特别香港的广东人 有一个说法是 其实是南洋这一系的种 所以基本上就是能讲得出 有人可以讲得很刻薄 比方说腿有好像 通常比北方的短了 短了60公分的腿等等 这个话只能你们自己反思 我们广东人内部矛盾 你们广东人的内部矛盾 这个赤亏嘛 赤亏一上去 不管从外形到他的语言的掌握 文化的底蕴什么 所以不容易 因为大陆男人 内地男人他有好条件 他面对的可以选择度很高 这个还真是 男女两性择偶的心理 我也有研究为证 最近我发现很多 突破了以前的见解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德国哲学 不是哲学者 一个德国科学家 主持了一项全球性的研究 发现很多事情 出乎我们想象 比如说他是研究男女两性 过去我们认为 女人的这个性高潮 好像比男人长啊 什么次数多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他调查 女人平均的这个性高潮 短得很嘞 1.7秒 男人呢 通常有10秒到20秒 这么算起来 一个人从20岁到60岁 假如每周做一次的话 那么男人的总时长 是多长 咱们就为了7个多小时活着 女人更惨了 女人就一个多小时 但是主要的不是这个 他说的是发现什么呢 很多女性都表示 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个性高潮 但是确实发现有文化差异 70%接受调查的男人 愿意跟比自己发生 这个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发生性关系 但是相反的 70%的女人呢 他愿意跟比自己文化程度高的男人 发生性关系 并且更容易满足 而且呢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 这个文化教育 对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 他是问卷调查了 平均一生中感到性高潮的比例越少 反倒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当中 在性方面满足的比率啊 还比较高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许许多多的事情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将下三人请广告之后见 我就说呀 这个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有些东西你是不爱承认 可是是现实表现出这个特性 你比如说香港人说择偶北上吧 那你知道中国大陆的男人现在上哪啊 你现在网上出来这帖子 时髦找越南新娘 你知道吗 那贴出来的照片两万块钱一个 说是台湾一样 王老五相亲团到越南 到越南之后 哗家伙一下三百个越南姑娘 让你挑 这妈妈桑 不是不能叫妈妈 反正就是这个中介 就是魂介所 这个魂介所 给你几项条件 第一 保证处女 第二 一年之内要是跑了 陪你 第三是什么什么 反正娶回家之后 越南姑娘说又听话 还会做 还会做那个好吃的 温柔和顺 等等等等 但是我听了 这是找什么人呢 这找老婆呢 还是找 找幸福工作者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常常听到很多男人说找老婆 香港男人也好 大陆男人也好 都喜欢强调听话 对不对 港女一直不大受欢迎的理由之一就是很不听话 南京 对 要你听他话 就好像双方都想要求对方要听话 那么在男人这边看来呢 可能香港很多港男受不了港女的地方就是凭什么我一个男的要听你的话 你老要我听话 这很讨厌 但另一方面就是男人要女人听话 这个心理我觉得也很阴暗 我们脆弱 我们脆弱 听话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要求 我觉得在香港很多说港女要求港女听话 很多香港男人其实也不一定要求港女听话 只是要求港女讲道理讲理 他连讲理都做不到 我们看到一般很多调查访问都说港女不是说不听话 而且说他不讲道理 他甚至明知道自己这样讲是不讲道理的 我要你你可能一个月有一万块收入 我希望你用八千块来买个钱包给我 他有这样的要求 然后你说他根本不跟你讲道理 所以为了证明你的爱情 嘉惠博士不好意思打听一下 咱们这个贵嫂子是港女吗 还是台女 台女 不一样 大不像 乖乖乖 而且一级了 台女还是有分等级 还有分等级了 一品台女 你把个人扯进来我就讲不下去了 闻到你 我也可能讲二品月女 可是这里面还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香港人怎么看大陆 有些情况变化很大 就像讲港女 港女给人的印象是很势利 或怎么样 我记得我有些女朋友她们十几年前去大陆工作 或者最近几年开始去大陆工作 一开始呢 她们来往的圈子呢 还是一些在上海或在北京的老外圈子 她们很容易在那认识一些老外或怎么样 或者她隐隐让我觉得她觉得她的目标在那 但是后来慢慢这几年开始变了 就她开始觉得一些大陆男性是非常好的 很轮接受 甚至比老外更好 为什么老外来到中国呢 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不大好 就觉得她好像要来神奇的东方烈焰一把 对对对 花儿不识 石石黄啊什么的那种 但是大陆男性反而他们觉得有些挺踏实的 或怎么样 这整个观念在变 就我看起来真的很大 从八十年代香港还在死效大陆 说什么阿燦啊 表姐你好也啊 说这些 到了现在达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很不要 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 香港人开始面对大陆是那种自卑感啊 哎呀 这些都出来了 我现在跟有些香港朋友接触 我怎么发现他们甚至有一种自贬的意识了 甚至是骂这个香港政府 说这个说这个什么 哎这个中央政府应该管管我们嘛 对吗 就是他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就觉得好像现在机会在大陆 挣钱在大陆 女人也在大陆 什么男的也在大陆 香港应该雄起一下 我觉得 这个我们也是同样道理嘛 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也的确是事实 现在讲整个经济 整个文化 整个 整个记性心 也的确是好像香港 在每一方面越来越吃亏了嘛 所以这种自卑感是完全可以 可以理解 问题是怎么样把里面 像个好的东西 再用出来 这个要大家理解 对你看你们就是自我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1 其实不错 我觉得香港的女孩子挺独立 她是有一种自尊心很强 我觉得 有点好 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我们又能不能够 也要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